今天我們在Persh QG Beach 一位最普遍的公民的公民 今天有一個特別的訊息 12月20號週日上午 一架拖著橫幅的飛機在博斯上空飛行 橫幅上以英文寫著 向共產主義說不拒絕中共 活動組織者凱倫·唐斯科姆表示 中共的觸角幾乎遍布世界 澳洲的大學、媒體、政界都被中共滲透 但很多人還被蒙在鼓裡 我希望能夠多人 我認為最好的方法是 是飛飛飛航空飛機 對共產主義拒絕中共的訊息 是非常強烈的訊息 很多人可能不明白 現在的中共的訊息 在澳洲和世界上的影響 海灘上天空中出現的橫幅 讓人感到意外和興奮 有不少博斯人對中共滲透澳洲相當憂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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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飛機從博斯南部 沾達科特機場出發 向西北飛行 途經庫吉海灘 弗里曼特爾市 然後則為博斯中央城區 沿天鵝河落行一周後 北上到西拉里斯港灣 最後沿海岸線南回 飛行時間兩個半小時 有上萬博斯人目睹了這一盛況 新唐人澳大利亞博斯記者站報導 外周三跳 彌huh 和 printer 外周三 Light 醚冷哪 趨勢 合鬥